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填字阁中文学院 经读故事细讲汉语开讲了 故事是这样的 晋朝时有一位大学问家 名叫郭相 朝廷派人来请他去朝廷做官 他实在推辞不掉 值得答应了 到朝中做了皇门四郎 The story is about an ancient Chinese scholar who worked at the court 好的 我们在这段看推辞 推辞就是非常客气的 非常委婉的 非常有礼貌的拒绝什么东西 就是很有礼貌的说No 那么在故事里边 郭相推辞不掉 朝廷让他去做官 他怎么也辞不掉 他只好就去了 好的 我们继续 到了京城 由于他的知识很丰富 所以无论对什么事情 都能说的头头是道 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 再加上他的口才很好 又非常喜欢发表自己的见解 因此每当人们听他谈论时 都觉得津津有味 好的 在这段我们要注意这两个成语 看到了吗 他们的构词法还是很相似的 好 我们看第一个 头头头是道 就指的是他的调理非常的清晰 一点也没有混乱 那么另外一个同样的结构叫 津津有味 那么就是说的津津有味 吃的津津有味 听的津津有味 就是非常的感兴趣 非常的享受 enjoy doing something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成语是前两个词是重复的 头头是道 津津有味 好的 我们继续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 十分欣赏郭向的口才 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赞扬郭向说 听郭向说话 就好像一条倒旋起来的河流 滔滔不绝地往下流 永远没有枯竭的时候 One of the officials very much admired郭向's talent as a speaker so he compared his speeching like a river maying upside down so the water just coming down without stopping and his words just coming down without stopping 好的 这里我们看枯竭这个词 枯竭就是呢 干了 没有了 used up dried up 就是用完的意思 他说起话来 永远没有用完词的时候 总有话说 好的 我们继续 而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善于说话 一旦说起话来 就像倒旋的河水 滔滔不绝 永远没有停止的时候 and later on we use this upside down river to describe someone who is very good at speaking just keep saying without stopping 好的 我们在这段看到滔滔不绝这个词语 它非常的形象 滔滔就是哗哗的水流的声音 永远都不停下来 好的 根据这个故事 大家猜猜我们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成语呢 对了 它就是口若悬河 口若悬河 它的使用热度也是非常的高 在我们日常的口语呀 或者是书面语中经常会用到 当我们说口若悬河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positive 宝义的一个词语 好的 我们看口若悬河具体是什么意思 这个口啊 就是嘴 但这里它代表的是我们用嘴说话 我们说话 我们的口才就是说话的这个skill 若就是好像 像什么什么一样 悬河 悬河就是倒挂起来的河 那就是瀑布 就是waterfall 一直往下流 那口若悬河 它最初的意思就是 一个人说起话来 就像是河水一样 哗哗的滔滔不绝 那么我们也用口若悬河 来形容一个人的口才好 它特别能言善辩 好的 那现在我们看看 口若悬河是可以怎么样来使用的 我们可以用口若悬河来形容一个人 演讲很好 比如说它的演讲确实让人惊叹 口若悬河非常流利 那我们也可以用口若悬河来形容一个老师 他讲课的时候 哇 很能说啊 讲很多东西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王老师口才很好 讲起课来口若悬河 再比如说 当你在发表一个观点和一个想法的时候 哇 可以讲很多很多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小明的演讲技巧非常好 他能够在舞台上口若悬河的 讲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口若悬河可以这样来用 我们可以说 演讲口若悬河 或者是某个人的说话口若悬河 也可以说 讲起来说起来口若悬河 那么也可以说 口若悬河的说什么什么 好的 故事就讲完了 请在留言区试着用 口若悬河倒几个句子 好的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不要忘记点赞 转发订阅填字格中文 不要错过更多优选故事 学习超级有用的中文 谢谢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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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